玩转黑科技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科 我们都知道人们在开车时都需要方向盘来控制方向 在平地上方向盘的控制还相对容易些 但是在山路上转方向盘可真的就非常考验师傅的技术了 不过通用汽车公司却耗资20亿开发了一款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小编其实很好奇 如果没有方向盘谁来控制车辆的形式 事实上这辆汽车没有方向盘是因为它是一款无人驾驶汽车 而作为未来发展大势所趋 无人驾驶汽车也是汽车行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你不用自己开车只需要设定好目的地 然后在车上悠闲地做自己的事 比如看看视频玩手机放松一下自己 通用在这次对外展示中 这款无人驾驶汽车将会是一款没有方向盘和脚踏板的汽车 并且已经开始在美国洛杉矶地区实行 预计将会在2019年对外销售 而且通用公司还会为客户提供车厢内部的定制服务 也就是说你可以将车内设计成喜欢的样子 即便是放上一张大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期待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呢